但是二月份的时候 台青帝国宣布说 不行 我有很多虚民都会跑去抓虚 所以你日本帝国宣布那没准算 但是到四月十七 马冠条的时候第二条 他说台湾周边群岛跟澎湖 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 什么叫做台湾的周边群岛 所谓的周边群岛就是什么 这个渡岛的部分 土地的部分 黎祖的渡岛 台湾东西在马冠条在高架的时候 李鸿章 叫李经芳 和华山之际在高架 在台湾的鸡岛 高架两天三天 三十六的渡岛 没有包括钓鱼台 因为美国 日本那一天的租金就说 我在一月十七日 我有算报过了 那就是算了 但是 还有特别是说 它在马冠条内里 有说周边群岛 这个周边群岛就是什么 就是 钓鱼台 日本傲傲跟憲法就說他在1月14號選佈 所以中國說你選佈我也選佈啊 所以日本應該要選佈 你在馬關條約裡面已經說了 周邊群島就是包括釣魚台 就結束了 所以中國他現在知道 因為上課他都給我看 所以我告訴你 尖閣群島不會建徵 你也看他表明現在派 他派是派到什麼 給中國裡面看 他可以穩定他們自己 所以很多事情 你所看的補助你要會分析 你如果不分析 你真的不知道你看什麼東西 世界本來就很簡單 是在台灣人特別聰明 說聰明也對 自己都自作聰明 經常用的法律就是 你自己要看的 你自己要看的法律拿出來 可以這樣而已 不可以這樣 國際法就是說 你要跟全世界 大家看的都一樣 那才是國際法 所以你不要只說 台灣台灣不好 你很主持台灣 我講的很多很多事情 都違反國際法 台灣人去做兵 這麼領地區的人 可以做兵嗎 不行 因為效忠的對象是誰 我們要效忠 我們要效忠日本天皇 你叫我去做兵 就要效忠於中華民國 這不對 台灣人不能買武器 所以美國的國務院選佈 恐怖組織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 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 兵拉登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當然不是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也不是一個國家 因為美國國過嘛 對不對 第二點 這個國家 這個地方有武器 兵拉登有武器 中華民國也有武器 它的武器是從哪裡 台灣關係法 中華民國買武器 我們台灣人 弄台灣人去入籍 還入很多 第三 在東地爭兵 中華民國在台灣爭兵 所以 中華民國是標標準準的恐怖組織 不好意思 聽到都點不點這樣 恐怖組織 所以中華民國說要在太平島 放那個飛沿 飛沿的標誌都去掉了 因為在把美國抗議 中華民國不可以有武器 因為我台灣政府也沒有武器 所以美國說我來處理 他將中華民國所有的武器 的logo都去掉 艦車沒有logo 艦車那個飛機沒有logo 軍艦沒有logo 沒有logo 沒有logo是算什麼東西 你有看到沒有 那不是我講的 這是剛才十分的 兩千公斤